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自暴自弃 无数个夜晚我辗转难眠 自己并未做什么错事 相反为他为家牺牲很多 为何如此不被尊重不被珍惜 后来立志考工并如愿以偿 然夫妻关系并未改善 在对家庭责任 孩子教育的争吵中 无性婚姻的压抑中 我对他的感情已消耗尽 一次大吵后提出离婚 他不肯 哭着相求 孩子知道了也莫不作声地讨好我 我心软了 按下不提 后来又一次大吵重提离婚 他又哭 我又心软 不再提 但是问题依然严重 经济上 家庭开支我单大头 感情上 他三天两头加班一心放在工作上 但每次升迁 他都无望 更不可能在精神上支持我什么 回家就是玩手机 要么睡觉 零沟通 孩子教育上 我希望投入金钱和时间 让孩子们学习之余 学点兴趣爱好 有机会带他们出去旅游件 世面开拓眼界 他却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学习学习 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行了 其他不愿意投入 对于健康 我认为人应该有计划 有规律地参与运动健身 消除身体上各种不适 他除了打篮球没其他运动 但打篮球经常受伤 身体一有病痛就去按摩茶要酒 或去针灸等解决 三观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而且无法沟通 怎么解 冷爱回复 一场16年的婚姻 一段没有改善的关系 在家庭的责任里 在孩子教育的争吵中 在无性婚姻的压抑下 你的感情已经消耗殆尽 而你留下来的理由 无非是他哭着恳求 你又吵他又哭你又心软 他的苦肉记每一次都得逞 这一哭二闹三上吊 对你还真是很管用 你用这么长的例子来告诉我这段婚姻不合适 你需要说服的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 你已经在这段婚姻里坐牢十几年了 难道只是因为他的假装难过 你就打算继续给自己判无期徒刑吗 看我专栏的人肯定都知道 我认为好的可以持续 改善与维系的婚姻 都会告诉案主要好好珍惜与经营 但有些婚姻确实对于彼此都是折磨 比如你的案例 尤其是你主动拥抱他 他一把甩开你的场景 这也许是他无心的反应被你赋予了太多意义 但除此之外 所有的细节都是在证明这段关系 不合适继续走下去 既然已经分居这么久 不如各自去过各自的生活 不论你是否要带着孩子离婚 都总比继续彼此消耗要好 插画深圳 花震情感视觉设计师等文插画 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花震许可 不得用做商业用途 如果你在感情方面也心存疑惑 不知如何应对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冷爱 及新浪微博冷爱 即可拥有向我免费提问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